文明 美 arts weave 詞 詞 詞 曲 曲 詞 曲 曲 曲 詞 詞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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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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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聽到嗎? 我觉得我們群會講堂愈越來越成熟了 我記得大概一年多前 因為公司有同仁在我們的Synology Chair 裡面分享了一個video 那我點進去看 那應該是一個V台灣的一個影片 那我就那時候看到那個唐正偉 在主持著一個算是一個很激烈的討論 那我當時就馬上就有兩個感想 第一個非常佩服有人 可以在這麼激烈的討論裡面 非常氣定的神賢來organize整個討論 然後第二個是很開心 就是說在台灣還有這麼多人 用花很多力氣 很認真的在思考 用新的方法用科技 來讓我們的國家更進步 那我想今天最重要 那接下來就是 還是讓我們來直接看一下本人 然後聽他來講一下 我們如何用科技用數位 來讓我們的國家更進步 那我們熱烈掌聲歡迎唐正偉 謝謝各位 我的演講其實 可能有朋友知道是沒有簡報的 然後大部分大家都會問一些不同不一樣的問題 或舉手發問常常都會這樣 那也許這邊的文化很棒 所以也歡迎舉手發問 那但是我們在一般比較大的這個 也許是公部門裡面啊 這個大家都不是很願意具名的問 有挑戰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非匿名不可 那所以就很歡迎大家先登入這邊 然後就塞個嗨啊 或者是練習一下怎麼破東西啊 你就會發現說他是匿名的 然後第二個是說 如果你看到就是別人問的問題 你也想要問的話 那你只要按讚就可以了 好 那按的讚數越多的 越會這個跑到前面 然後OK 那所以我待會兒就會就是以這個 對就是讚數比較多的 然後就優先回答 然後底下會有一排是這個最新的問題 常常我們會有兩個trap 就是上面正在很嚴肅的討論 然後底下在洗版 這個都是非常正常的現象 這個請大家不要打進小怪 OK 好 那所以在接下來時間裡面 我大概會先花個五分鐘左右 先把我自己在行政院裡面的工作 給大家一個簡單的一個brief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可以這個互相稱讚 這個彼此多帥之類的 然後OK 然後那我們再回來來處理 那每個處理的方法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我會highlight一個問題 然後會這樣子這個archive起來 然後這樣子 好 那事實上已經瞬間已經有一個問題 就是是不是有人問我說 有沒有用過Synology的產品 有沒有什麼需要改進的 就剛剛我在跟Darren聊天的時候 這個我自己招認是 我是用Drobo 然後已經用很久了 所以目前還沒有用過Synology的產品 但是大家就是在網路上面的一些公開資料 我大概都看過 然後就是用所謂的Linux container技術 自己可以加一些這個collaborative software 就是共用的一些software 這個其實我自己在行政院裡面 我是政委自帶廠商的這種概念 就是我一進去之後也就嫁了 所以其實我就發現說你們的一些workflow improvement 的一些想法跟我們在行政院裡面推的是很像 所以其實是蠻可以collaborate的 裡面我是政務委員 那政務委員我們目前有九位 那政務委員做的事情其實就是行政院院長的影分身 就是說行政院院長會有很多忙不過來的事情 然後我們就會各自認領一些部分 然後在那些部分裡面 我們可以去做兩件事 一件事情是說我們把各部會 各自要做的事情 如果有球有漏接的地方 像舉例來講電競 電競以前這個經濟不決的是文化部的事情 文化部是教育部的事情 教育部是文化部的事情 那所以這個時候就大家都不會做 那不會做的時候球就會漏接 那這個時候政委就可以把它接起來 然後我們再去分一分 然後再把這三個部會各自該做的事情找出來 然後這件事情就解決了 所以是一個不破亡的一個角色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某一些事情 各個部會都搶著做 但是搶著做的時候 這個工作彼此重疊 像社會企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像這個時候如果彼此重疊 又彼此不知道各自在做什麼 那政委也會出來 然後把事情分一分 然後說你做這個你做哪一個 那大概這就是我的工作 那所以我被分到的三件事情 分別是開放政府 然後青年培立青年事務 然後跟社會trance in social innovation 那所以這三在這三件事情上 我們都是跨部會的去進行處理 那但是我們自己的office比較奇怪一點 就是說一般來講 政委應該只有1到2個機要秘書 然後可能一個司機 然後大概就這樣子了 那但是我們的team呢 目前大概有20幾個for time 然後30幾個intern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編制 以政委來講 當然以這個部會來講 是一個非常小的編制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我在一進行政院的時候 就跟當時的院長 林群院長約法三張 就是我有三個勞固協商的condition 一個是說我禮拜一四進行政院 那其他時候不要管我在哪裡 我都是遠距工作 那第二個是說 我不會接觸國家機密 那所以但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任何我看到的東西 都可以公開出來 所以我在院內開的所有的會議 兩個禮拜之後都會主資稿 都會公佈在網路上 那第三個可能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不會下任何命令 那也不會接受任何命令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sign up 到我這個team裡面來 但是跟我是一個對等的 peer to peer的關係 那所以當時院長是同意了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就接到各部會的志願者 就說他想要接調到我們辦公室來 所以我們就莫名其妙越來越多人 那薪水都還是他們的部會在付 那所以我還要assure部長說 這個每一個部我不會掉超過一個人來這樣 所以那這樣關係我們就有一個 就是比較鬆散的這個 各自自己挑事情去做的這個team 那所以我們有事每事 就會辦一些公事營之類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我們今年的common value 就是我們這一堆人聚在這邊 大概就是要建立政府跟民間的互信 那但是實際的做法 當然有非常多的做法 但是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去培養大家有參與公共議題 然後也有能力參與公共事務的Civil Society 那第三個是說讓公務員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以引入一些新的workflow 那所以讓他們的流程可以更輕鬆 因為這樣的關係就不會覺得說 更多人來好像會炒小孩一定要給他糖吃 會變得非常的累 而是說會炒小孩就邀進廚房來 然後大家一起做糖吃 然後後來之間這個作業流程就變得很輕鬆 然後讓公務員勇於創新等等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就先舉一個非常實際的例子好了 就是有一個join平台 我們在join平台上面大家可能知道 大概有五千人就可以讓部會出來這個回應嘛 那但是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說在join平台上面 其實我們所有院的各種計畫 它只要有KPI管考 全部都會在上面publish 那到這個月底所有部會自行管考的部分 那甚至有一些跟地方政府合作的部分 它所有的開了哪些標案 目前做到哪裡等等 這些都會在上面揭露 那揭露不是只是給大家看而已 大家可以加指這是open data 然後大家可以隨時問問題 然後我們的承辦都會回應大家 那因為要有這種跨部會的回應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實施要點 每一個部會都有所謂的participation officer 就是PO 那這個就像國會聯絡人士跟立法委員這個溝通 媒體聯絡人士跟大眾媒體溝通 那PO就是跟任何突然間冒出來的 可能明天就要上街頭的這個stakeholder來溝通 那像我們在連署平台上面去年五月 就有一個設計師叫做卓智元 但是我們當時不知道他是設計師 他就這個提案 然後他的那個participation的名字 就叫報水軟體難用到爆炸 那其實我們根本沒有等到有五千人 其實大概五十個人的時候 我們的財政部的PO楊錦恆就自己在我們那個virtual 的那個team裡面說 我們一定要馬上處理這件事情 不然的話就是會很難看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就馬上在上面PO 那為什麼我們能夠這麼快的去respond呢 那是因為說我們有一個 就是院內的這樣一個虛擬一個群組 那這個時候我不接觸機密的好處就出現了 因為任何我看得到的都沒有國家機密的問題 所以我隨時就可以知道我的team member大概在做什麼 然後我們就會有一個chat room 那所以就是在這個chat room上面就是PO chat上面 任何開放政府聯絡人都可以忽然冒出來 是列出來 那隨時在PO chat上面 任何的participation officer都可以冒出頭來 然後說這件事情要加到我們的看板上面 然後我們一定要立刻把它去進行列管 所以像今天就在剛才 我們正在處理這個單身女性可不可以合法實行人工收孕 跟試管嬰兒的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它的整個討論的直播啊 新制圖啊 逐字稿啊等等 隨時大家都可以在這邊去把它變成討論的方向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做的事情就是說 瞬間看到有一些stakeholder 然後碰到一件事情 然後覺得難用到爆炸 然後馬上就要在平台上面 去把這些吵得最兇的朋友們 每個人都發一個公開的邀請函 然後就說 簡單講就是感謝你吵得這麼兇 那這個你要不要一起來設計我們的爆炸軟體 那所以這很有意思啊 我們有做網路音量的 就是sentiment analysis 那個時候大概是九成都是負能量 只有一成是正能量 那一成就是他用Windows 然後爆炸沒有碰到什麼問題 他就弱弱的說一句說 我覺得爆炸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這個不是很有用 所以大概九成的負能量 因為我們當時有一個promise很重要 就是大家不管匿名還是劇名的 不管寫什麼 我們保證都不會把大家的留言和諧掉 所以就是如果你寫字報多 我們在co-creation workshop的時候 就是寫字報多 華麗到讓人迷惘 就是華麗到讓人迷惘 然後使用者情緒也很重要嘛 那像有人寫說 想大家報稅心情就不好 那這個也是很正確的 我們說服務設計當然希望說 你每個touch point心情越來越好 但是這個experience的一個前提 就是大家都是在心情不好的時候進來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更需要service design 因為不然的話 就到中間就會很容易感覺就很爆炸 對 那所以我們在這樣子開了co-creation workshop之後 我們的結論 像我拿今天的這個單身女性這個 是不是應該有生育權來看 其實我們就可以非常快的 把整個experience裡面每一個部分 然後跟所有跟這個相關的利害關係人 在大家都不會彼此吵起來 不會翻桌子的情況下 一起用貼便利貼的方式 然後一起去收攏到接下來可以 用哪些就是對大家都沒有壞處的 一些共識的方向可以往前 所以我們上一次就是去年5月做這個之後 我們的共識就是我們要開5場 接下來的co-creation workshop 對裡面的每一個部分都繼續做co-creation 所以做的方法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包含我們廠商 關貓啊 無區國稅局啊 其他部會這個閒著 不是閒著 他們自己也是厲害關係人 也想要報稅更方便一些PO啊 或者是吵得最兇的這些朋友嘛 然後一起來做 所以今年這個就會從 左邊很醜的Java Adlet 變成右邊很漂亮的HTML5 那當然重點我想 不是只是這個技術本身而已啊 而是因為裡面參加的朋友 吵得最兇的朋友 真的都是很professional的 Service Designer UX Designer Blogger 這些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讓無區國稅局看到說 真的這些朋友們之所以會吵得很兇 真的是因為他們比較懂 那甚至裡面還有一些 就是Cloud Software Engineer來 然後直接去看我們這個 Deployment的方法 然後所以就把這個東西改成 放到Government Cloud裡面泡 所以這個Software專案的特性 是從國稅局的角度來看 它的成本是負的 因為它就是省了很多就是硬體堅持跟頻寬的錢 是拿省的錢的1.0頭啊 去做這個HTML5的 rewrite 所以就是說從公務員角度來看 就是大家是來幫忙的 大家不是只是來打臉的 所以我想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工作的一個特性 就是說我們試著把大家引入一個 力氣能夠互相加成的地方 而不是只是互相供給的地方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 我終於串場完了 這個有意義的實質性的 不是還有我的問題了 我們就可以實際來討論一下 我們表定是到幾點 有人記得嗎 到1點半嗎還是 45分 OK 所以我們有一小時 OK 有三四位朋友問說 這個對於一家公司把一名頻道關掉 有什麼看法 這個是Slack頻道還是什麼別的頻道 通常就是我們在公務體系裡面 我們有兩個不同的頻道 一個是一個ongoing的頻道 就是剛剛大家看到Rocket Chat 那Rocket Chat其實就跟Slack 非常像的一個東西 那在上面其實是沒有匿名的 就是所有Pedis跟所有不會看到政府聯絡人 我們有一個ID到實名的一個對照表 那在上面是一個實名的討論 那但是我們每一次one shot 就是說一次會議 我們會開一個slido 或者是開一個別的類似的 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那在那一次會議裡面會是匿名的 那我們的邏輯是這樣 就是說 在參加一個會議的時候 大家會有power imbalance 就是好比說說一個部會 他派他的主秘 或者他派他的次長來 然後跟他的幕僚 那這個時候在這個會議上面 這個幕僚是絕對不敢舉手的 通常都是傳小紙條給他的主秘或次長 然後讓他來發言 那但是呢 如果他的主秘或次長很不行 看不懂Charleston上面寫的是什麼意思的話 我們就喪失了這個貢獻的機會 這個會議結束的時候 我們容許這個房間裡面 他比較沒有權力不對的這個關係 所以我想就是說 這種one shot的anonymity 我覺得是非常有用 但是如果你現在要求這個 會議結束之後 大家還可以隨時匿名回來 那這樣的話 我其實不知道我要怎麼回應 因為他沒有一個 就是大家討論的那個topic 那很容易就開花了 這樣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 在平常就是ongoing的時候 他不是同一個時間裡面 我們還是需要有就是具名 這樣你才能知道說 我要怎麼回來跟你聯絡 但是在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地方的話 我覺得你明信是非常有幫助 那這是我自己的看法啦 那至於這個 這邊是不是在影射特定公司 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們就繼續繼續往下 有30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我長期在open source社群 那open source對Synology 也相當不陌生 那開放也是嘛 跟軟體盈利 某種程度像是互相抵觸的 那要怎麼樣來執行專案 其實就是說 這個是看盈利是怎麼盈利嘛 對不對 我們open source 其實我們推的時候都是說 那是讓你省錢的 那省錢其實是比賺錢要重要 好比像如果Google 要對它的data center裡面的 每一個電腦都要付授權費 付Windows的授權費 那就沒有Google了 這個應該是非常簡單的道理 所以就是說 當某些東西它變成commodity 像FreeBSD 或者Nexpan commodity的時候 它的重點並不是說 誰能夠拿它來賣錢 而是說大家都可以在 假設這個成本為零的情況下 在上面繼續做一些東西出來 所以第一個做的呢 當然它會是 很多時候是proprietary software 就是是專屬的私有的軟體 那這並沒有什麼不好 就連我們那個 Richard Stolman大神 都是說 他並不反對去用這個 Proprietary software 只要他的目的是 要寫出Free software來取代它 所以意思就是說 第一個做創新的軟體的工程師 他不想要把它開放出來 是當然的 因為全世界只有他知道怎麼做 但是當全世界大家都知道他怎麼做的時候 這個時候大家互相省彼此成本 不要重新發明輪子的這個動力 就會大過單獨的一兩個人知道怎麼做這個動力 所以我是覺得這兩個是一個互相 都升高5公分 It's true 因為它是兩個板塊彼此之間在碰撞 我們就會有各種各樣的地震 但是玉山每年都會漲5公分高 對 那所以這個雖然是一個比喻啦 但是意思就是說 就是利己跟利他的這兩方面的力量 它並不一定彼此取消的 它是在各種各樣的地震之後 會一起做出更多的東西 讓上面的人可以 就是在大家可以站在這個上面再往上去發展 所以我的建議當然就會是說 如果它是一個相對成熟的 開放原始碼的專案 那你當然是加入這個社群 節省大家維護的時間 然後而且也可以有一定的知名度 那但是如果真的有些事情 只有你們才知道怎麼做的話 我也不會覺得說在第二個人知道怎麼做以前 就要開放原馬出來 我並不是基本交易派 所以大概是這樣 那當然我在做的題目就是Civic Tech 就是公民科技 就是大家要彼此之間學習彼此傾聽 然後去把大家的共同的這個概念 就是能夠整理出來 那像這些部分 就原來說 像剛剛Daren介紹的時候有提到V台灣 我們會把就是大家對於好不像我當時是Uber的意見 就是透過一個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放在一個二維的平面 讓大家都可以看到 然後用K-Means Clustering 讓大家看到說 你的親朋好友跟你的想法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讓大家慢慢聚集到共同的共識來 那這個聚集的共識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分析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大家平常在PTT 或者是在爆料公社 或者是在其他地方 這個浪費彼此時間這個吵架 那部分其實只佔大家的意見的一小小部分 這是最controversial的部分 但是其實對大部分的事情 其實大家都有很多彼此認同的部分 只是因為大家都彼此認同 所以不會在就是那種 專門用來吵架的社群平台上面出現而已 那我覺得是很可惜的 因為這個部分是值得繼續深化 然後慢慢變成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這個合法的程序 所以這是我的工作 那在這裡面這個系統本身的open source就很重要 因為這個演算法必須要足以服人嘛 如果它後面有一些就是可以manipulate的地方 或者是說你知道後門的話 你的意見就比別人意見都大聲 那這個它就沒有它進入民主程序的一部分 所以當它是民主程序一部分的時候 它的公共性的要求 就比純粹產業上面 立人立即的這個要求要來的多 所以我們才就是盡可能的讓像這樣子的東西 能夠變成open source 就是好比上說 它是真正的open source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自己架 因為像這個軟體polis 它本來只有在Herooku上可以運行 那所以我們就花了很多錢 也沒有很多了 接近100萬左右去請這個team 把它變成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在自己的機器上面架 我們也把它package到剛剛的那個sandstorm那個平台裡面 所以我這邊要想要強調就是說 我們之所以會把這些數出來 是因為這個是民主程序的一部分 但如果它不是民主程序的一部分的話 我並沒有覺得說它一定非open source不可 朋友問說這個公文軟體更新緩慢甚至停擺 例如XP再戰10年之類的 有沒有什麼解決辦法 XP其實已經沒有要再戰10年了 我們有這個政府標準組態GCP 那個XP根本不在裡面 而且像今年的那個報學軟體 就是我們看一下 報學軟體 我覺得報學軟體有一個很好的一個作用 就是因為大家大概都會想要去跑它 所以我們就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比如說這個TLS這個Hardly這些東西 是很嚴重的 所以如果你還在用XP 然後用IE的話 連這個下載都沒有辦法下載 所以就是說我們可以透過像這樣子 每年一次的這個方式去請大家 這個不要再用Windows XP了 那當然在公部門裡面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會趁著就是現在所有公部門都要有HTTPS 所有的這些資安的要求 然後讓XP能夠盡早這個下架 所以這應該不會有再戰10年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解決方法當然就是 確實很多人是覺得說 有些軟體只有在XP上面可以跑 他不想要去在Windows 10上面再去把它測一次啊之類 那根據這個要求 我們現在是有一個 東西叫做政府數位服務準則 那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它是User-Centric 就是我們是要讓 像剛剛報稅軟體就是要 實際去報稅的這些朋友們 進來去Involve 然後在這個中間裡面盡量去挑 能夠很快速Iterate的跨平台的東西 所以這裡面有非常多 好比像以開放為優先啊 這個Continuous Development嘛 這些我都不需要跟各位傳教 大家都應該已經做得很好了 但是從公部門的角度來看 這裡面很重要就是說 有這些當作我們的後盾 我們就可以去挑 好比像說就是Progressive Web App 而不是專門為IOS跟Android一些App 或者是說我們可以去挑一些 能夠快速走轉的這個AB Testing 像剛剛那個HTML5-based的報學軟體 而不是用Java Applet之類 就是說我們會prioritize 能夠很快的收到使用者意見之後 我們就可以弄出一個新的版本的前端 但是後端是用相同的API 那所謂API-first design 那像這樣子的做法 我們在前面就很容易去引入一些 Web-based的東西 雖然後面可能還是在用 就是古老的Oracle 那就是前後分離的這個概念 API-first的概念 這個就是目前我們做公部門的設計 就是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 設計的最主要的想法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大家如果是用Android 或者是用IOS 或用什麼的話 基本上都不會綁定在現有的 就是Windows XP 或特定版本的Windows作業系統 那當然以上都非常的美妙 那但是 事實上就是有很多公部門的這個網頁 它如果用 就是不是Windows跟IE開的話 就是會爛掉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也引入了 剛才我有說我們有35個intern 所以這些intern到底是做什麼呢 這些就是專門去看政府的所有的服務的網站 那去年他們是看桌面版 然後今年是看行動版 那所以做的事情就是把500多個 所有的政府的網站 裡面它的所有用行動版 今年或者是去年是用iPad 就是用起來不舒服不方便的地方 那全部去進行檢討 那當然檢討的人多了 為什麼要請這些朋友們來檢討呢 是因為這些學生裡面 也有就是professional的就是 experience designer 然後也有professional的這個CSS designer這些 所以在這些檢查的時候 大家不是只是寫一個檢測報告 不是只做QA而已 而是說我們會請裡面有這個專長 就是coding的專長的朋友們 直接看著這個檢測出來不方便的地方 然後直接開始改它的HTML或CSS或JavaScript 所以我們從公務門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難得有年輕人不是來罵人的 而是帶著禮物來的 所以他們就可以直接交給廠商 然後說你看這個學生都說你改這三行 那個experience就會好非常多 所以那學生也會覺得自己非常的有貢獻 然後也會在這個檢測過程裡面發現公部門 也不是都沒有在做事 只是他做的事不擅長 讓大家知道而已 那所以我想對雙方都是有一些學習 所以我們在這兩年下來 我們就involved了非常多個學生 那我們就可以說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我們所有的二三級機關offer的web service 大概都可以說你不管用Android 你用iOS 你用平板 你用手機 大概都有一致的體驗 那從這個當初發點我們才能夠去 拆換掉這個不是很適合的作業系統 會變成一個web based 有二七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匿名社群服務 例如求職天眼通啊或者是whisper 最後都收掉了 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這個要問我其實不是很準啊 我沒有去開發這些匿名的社群服務 不過我想是這樣講 就是說它匿名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剛剛講的accountability 就是可可責性 那像wikipedia 它其實也不真的是匿名 雖然你可以就是沒有登入也去編輯 但是你的IP會是你的accountability trail 就是你還是可以看某個IP 編輯來哪些頁面 那你沒有累積到一定的社群聲望之前 你如果是用匿名的方式的話 其實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夠做的 那一個頁面如果辦保護了的話 好比像說 那一個匿名的IP 就不能夠去編輯它 所以我的意思說 匿名它是可能是在集思廣益的那個 幾絲的過程 就是我們可以匿名的 請大家去丟很多有趣的想法來 但是我們如果commit說 所有匿名的東西 我們都要一視同仁的 花一樣多的時間的話 那這個系統就非常容易被 就是社交工程打敗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的任何匿名系統 它都要加上某種accountability 系統來讓裡面能夠 accountable的這些意見 能夠浮到比較上面 然後讓大家比較能夠處理 slido很可能是裡面的 minimum viable的一個做法 就是靠大家按讚投票的做法 那因為大家 在這個房間裡面 多少還是會想要聽到一些 有意義的東西 所以不會寫一個pro程式 然後就把這些無聊的 好了我都洗到300個 300個vote 我知道在場有很多人 有這樣的能力 但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大家還是要 一個共同的 一些共同的價值 但如果我們完全沒有這些 房間的話 那它其實非常容易 就被troll掉了 所以如果想要對這個 有進一步的了解的話 我有一整篇叫做trollhugging 就是怎麼擁抱小白的一些方法 那也包含說 我可以盡可能的 他如果只花三秒鐘 來troll我的話 那我不要花超過三秒鐘 不然我的就是 就是犧牲戰裡面 這個我注意就會被犧牲掉了 而是說 我從他可能人身攻擊裡面 挑出 我花三秒鐘挑出 唯一有建設性的兩三個字 然後我就去回那兩三個字 所以一方面是讓旁邊看的人知道說 只有有建設性的地方 才能夠獲得我的回應 那二方面是說 讓他發現到說 他沒有辦法浪費掉我的時間 那一個空間要不斷的設計成這樣子 大概才能夠去吸收匿名者的貢獻 大概是 以上都是學理上的講法 實際在設計的時候 會有各種case by case的東西 朋友問說 我希望未來身份證多卡合一 還是只維持身份證的功能 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我們現在 在推所謂的行動支付 之所以 這個所謂行動支付率 沒有一些國家 像那個非洲啊 高的原因 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用電子支付 或者是用這些卡 其實真的還蠻方便的 所以不管感應式的自然品證 現在已經退出了 或者是 推出來了 或者是悠遊卡 或一卡通這些東西 它已經方便到說 除非你掃手機 是比這個還要快的 不然的話大家並沒有那麼大的 incentive說 非得用行動式的認證不可 那但是我們還是覺得說 你在一個可以做computation 就是你的手機上面的東西 它不管是做FIDO的認證啊 或做其他認證 它還是有些好處的 比起單純的一張卡 它可以放很多 就是我們覺得重要的 storage或者computation 在這一台機器上 而不是在這張卡上 這張卡大概沒辦法 做什麼computation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是說 我們至少要開這個可能性出來 所以我現在的想法是說 如果有人對卡是很執著的 就是他對於一個沒有PKI功能的 一個甚至一張紙卡是很執著的 那我們作為inclusion 就是盡可能含容各種不同 使用需求的這個出發點 我們不應該去說他非得 非得這樣做不可 那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遵循益用性原則啊 就是盡可能第一次使用服務就完成 那數位弱勢 它不應該這個花額外的力氣 它還是要能夠去做這個服務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GDSP裡面的principle 12 就是說對現有的沒有數位的experience 我們應該設計一些digital double 它比非數位服務要來的好用 但是on the other hand 它應該要能夠很好的去銜接 這種用非數位服務 或prefer非數位服務的這些朋友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大家很強烈的覺得說 我看病就是健保卡 我做別的事情就是身份證就是駕照 那這些朋友的意見我們應該尊重 我們不應該硬要他們去合併 但反過來講如果有些人覺得說 我就是希望我的手機上面 把所有的卡都併到我手機上的wallet 那有些朋友他使用習慣真的是這樣 那我們目前不管是法規或者命令 或者一些做法 確實是跟這個東西有所漢格 那我就會覺得是說 這些朋友們也是想要解決社會問題 他想要做更多的value add的一些工作 那我們應該要幫解決社會問題的朋友們 解決各位的問題 而不是說造成各位的問題 更不是解決出問題的人 所以應該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去盤點說 各位碰到問題裡面 哪些是政府所造成的 讓我們去relax這些interpretation 然後讓大家都能夠去 往這個方向去發展 另外政府要保證說 本來還沒有想要轉型的人 就是能夠繼續用他們的使用者經驗 所以我會希望說這兩端都要照顧到 那我們目前照顧紙卡 塑膠卡這一段 照顧的我覺得還可以 但是並進行動的憑證 然後以及在這個中間就是 怎麼講 預留空間讓多卡可以合併的這一點 我們確實目前沒有規劃的很好 所以我目前是在致力於這個規劃 但是這絕對不會是強制性的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有二十多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就有很多優秀的設計與工程師 他們就像五银中的各路好水 都希望能夠繼續金金五一 歐吉曾經在1996年 被稱為台灣電腦十大高手之一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是否可以指點一二 因為我現在其實還是每天都愛寫城市 我的GitHub上面也都是還是有contribution 因為我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去看公部門裡面的榮市 那哪些東西能夠automate 我就盡量的automate起來 然後像剛剛講的 我在用Sandstorm這套系統 確保說在資安認證無餘的情況下 任何公務員都可以在上面自己寫application 然後去散播給任何其他別的部門的公務員用 像我們剛才demo的那個application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用最多的 可能是這個一起訂便當的這個 全支箱啊 什麼烘出排骨啊 什麼之類的 Right 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有公務員同仁他自己寫的一個 就是專門團購訂便當的一個app 那就是可能四十幾行javascript而已 他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部分 但是就是解決了一個剛性需求 所以我要說的是說 就是說第一個我不會覺得說我城市設計能力強 所以什麼東西都要我自己寫我也沒有那個時間 但是我如果能夠經營出一個好的ecosystem 在上面 大家的力量都是彼此互相加成的 像有人寫了訂便當的系統 他就跟之前做資安檢測的 或者是做usability testing的朋友們 他們可以有很好的互相聯繫關係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就不用花自己的時間 我還可以enable大家去做創造 所以我現在會就是會建議的 主要就是說我們營造出一個ecosystem 這個ecosystem裡面 如果真的到最後大家都不做某件事 那件事非得做不可 像是大家肚子餓的時候去訂個pizza 或者倒垃圾之類的 那個我也做 那但是就是說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確保說大家是 cross discipline 都可以彼此互相調動 那所以在我們辦公室裡面 我們的原則就是說 任何人都可以提一個案子 但是他得lobby 所有其他不同有不同技能的朋友們 一起投入這個專案 那好處就是當這個專案做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各種不同技能的朋友大概都知道這回事是在怎麼做 那這樣的話 大家都可以再用這個當做它的基礎去往上發展 而不是說好像每個人都各做各的 所以打群架我想是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啦 那至於繼續精進武藝 我自己的做法還是就是要解決我自己生活上面的需求 像有很多活動會希望我去剪裁或者致詞或者這些東西 那我不生其擾 所以我一方面就是我要這個 確保說大家都可以接受我用視訊的方式來致詞 那二方面就是我就會開發很多技術 像我自己的acoustic model 我的身文模型 或者把自己出音話啦 簡單講這個我的三維掃描啊 VR的掃描啊 然後之類的這些東西 可以確保說他們那邊把大綱寫過來的時候 我這邊就動態產生出powerpoint 然後就自己把自己合成 然後就可以deliver這個 就是需要用的這個東西 我現在每個禮拜六就批次處理 下一個禮拜所有需要致詞的部分 所以我就不斷每個禮拜都多引入一些這個技術來 然後讓我可以批次處理致詞這件事情變得更容易 那這個時候我就很有motivation去學最新的這個 怎麼樣把我的這個表情建模合併到這個什麼人偶身上啊 或者是這個最新的virtual reality的這個collaborative software 怎麼用啊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解決生活上的困難啊 然後在這個就是scratch once on edge的這個前提底下 再去跟社群進行這個交流 有二十六位朋友想知道說 開放參與的負面影響就是人多嘴雜 要怎麼樣維持效率 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可以把大部分的政策發展 或者我們要做一個collective decision 一起要做某種決定 把它變成是像這樣子的一個形狀 我們添加下一頁 就是說大家一開始這個想要討論某件事情 然後這邊是大家講的人多嘴雜 就是發散的部分 然後呢接下來我們又收斂成幾個可行的選項 那這一包呢我們再接下來呢再去看這些可行的選項 怎麼樣implement 那implement完之後呢我們終於就把它收斂成一個可行方案 那這個往後走 那當然還有這個檢討啊等等這些部分 那如果大家有學過design thinking 這個是最基本的 那但是呢我們在說人多嘴雜的時候 大部分是覺得說我們在這邊多一些人進來 在這邊的這個scope就會放大嘛 就是我們可以多考慮各種各樣不同的利益關係人的意見 但是呢很大部分的問題是說 我們在這邊的involvement 如果他可以互相回應 或如果他是屬人頭的 那這個情況下 當多一些人進來 但他其實並沒有提出新的意見的時候 他就會浪費彼此的時間 所以我們在設計這些空間的時候 不管是大家剛剛看到polis的這個空間 或者是我們slido的這個空間 或者join連署平臺上面的空間 他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你不能回覆別人的訊息 他沒有reply這個功能 那所以說唯一你看到一個 你覺得不太好的想法 你想要提出更好的想法的方式 就是你得把那個更好的想法寫下來 你不能去hijack那個 就是最高人氣的reply的人氣 然後在底下貼一些貓咪圖片 那個就不會work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把空間設計成說 這個你看到就是所謂集思廣義的集思的過程裡面 你看到就是真正的新方向的人 他隨時都還可以提出新方向 但是在既有的方向上面 他沒有辦法浪費掉彼此的時間的話 那這樣的話不管多少人來 他如果他比方說這個五百五十 如果下面有五千五百 如果他比方說Uber號召大家來 變成投票部隊 每個人都投一樣 那這個圖完全沒有變 因為這五千個人在上面 只是同一個點而已 那所以我們根本不是看這邊的 就是人的數量 我們看的是diversity 就是意見的多元性 所以如果你把空間設計成這樣的話 其實人多嘴窄就自然不是一個問題 人多嘴窄的問題 並不是大家參與的人數的問題 而是這個空間的性質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是可以完全可以靠空間設計來處理的 有位朋友問說目前我遇到最想完成 但是也最至愛男性的東西是什麼 是沒有 不存在這樣的東西 因為像剛剛講的 就是我跟當時決定群院長 現在賴院長約法三章 我的勞固協商的條件裡面 包含就是我都是用願者上鉤的方法 就是大家想要引入這樣一套討論的方法 集思廣義的方法就會來找我 但是如果還不想要做這件事情 好比像說國防部的一些朋友們 那他們是不會來找我的 所以我不會覺得說我要應推這套方法 給還不適合或者心裡還沒有準備好的朋友 是他們心裡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覺得說來找我 我可以幫忙吸收風險 因為反正我吸收風險是我的這個常見的一個功能 或者是我可以寫一些automation的程式 就是來讓大家節省力氣 那credit又跟大家均分 那在這種情況下 像我們總統被社會創新黑客送 就完全是這個形狀 就是我們就邀請各個不同的公部門的朋友 跟私部門跟這個公民社會一起來提案 那在這個提案裡面我們挑20個出來 然後由總統來當PM 那這個時候呢就吸收了風險 他就可以把抽屜裡這個放了兩三年的案子拿出來 因為他是要有人幫他吸收風險 然後有人幫他節省時間 但是如果他還沒有ready的話 我是絕對不會push他們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自己並沒有想完成什麼 我自己主要想的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怎麼樣結合更多的力量 那這個時候其實就沒有什麼 治癌難性的一些問題 網絡ATM的現況 是各家銀行自己開發自己的browser套件 但是這是政策上的考量 而不是技術問題 未來是否有機會轉變為只使用一個擴充套件 其實這也不是完全不是技術問題 就是說可能像之前大家可能有知道說 Web USB卡過一陣子 那Web NFC好像好一點點 但是在這個就是這些沒有open standard的前提下 各家銀行他當然目前都是各自開發 各自的plugin的一個套件 不過我想就是我們如果有注意過Flash 或其他的Java Applet等等的這個演化的歷史 那我們就會發現說 只要W3C還沒有完全癱瘓 他們癱瘓過一陣子 但是現在這個看起來比較不癱瘓了 那這個東西都會慢慢被吸收到Web standard裡面去 所以我想這個還是 後面還是一個技術的治理問題 就是W3C跟他癱瘓的時候出來的那個畫WG 現在這個磨合的狀況夠不夠好 那我目前看起來是還不錯 就是包含這個Web authentication 就跟FIDO的接接啊這些東西 最近那個就是Editor都跑得很快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是蠻樂觀的 就是我們可以從工部門的角度 就是我們積極參與這種standard making 但是我們不會特別說 我們就是要弄這個台灣專屬的標準 這套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就是去注意國際上的標準 然後確保說他一旦semi-freeze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deploy進來 那像我們自己是在機關之間 做資料彼此接接的 有一個標準叫Open API 那Open API那個時候就是 這邊如果大家有用過Swagger的話 它是Swagger的下一代 Open API 當時就是Linux Foundation 它在semi-freeze的時候 我就趕快要國發會翻成中文 然後頒布成為國家標準 所以我們就會跟它3.0 同時release的同時 有一個中文版 然後就變成國發會的國家標準 那大家就可以在API 彼此接接的時候 就不用各自去搞各自的 就可以有一個machine readable的 一個API based的一個service 那所以我們現在大部分在做的事情 都是這種注意這種在semi-freeze的情況的 這個國際標準 然後儘快把它引入進來 所以我對於網路ATM 我是還蠻positive的 覺得說它應該在最近一年左右 會有這個處理 這個有20問朋友 這個了解到台灣政府還有希望 真的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常常就是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行政院網站已經很好了 所以我就是本來想要demo一些蠻爛的網站 他們最近都改版了 但是像我們社會國家創新經濟的英文網站 這個才剛改版過 它的上一版就非常的慘不忍睹 那現在就看起來就還好 就是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就是有進度啊 然後我們的這個推動小組的組成啊 它的組織架構啊 它到底要做哪些事情啊 大概都還可以 但是如果對台灣的政府沒有那麼了解的話 其實看這個組織圖啊 大概也不會知道我們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我們目前的做法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給國外的朋友的話 我們會有一系列的就是 什麼點台灣點GOV點TW 像我們的AI方案就是AI台灣GOVTW 我們的生意方案就是Bio點台灣點GOV點TW等等 那所以它就是其實就是套版啊 就是一句話這樣 但是呢這個套版的特色就是說 好像說AI需要一個實驗場域 那這個實驗場域 像我們現在已經有無人的三輪車 整天在空總那邊跟大家進行互動 因為三輪車嘛行人路權 撞到人也不會怎麼樣 那所以在過程裡面 就是用很便宜的板子 很便宜的LIDAR 然後北克大很多學生就能夠jump進來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自己implement說 他覺得無人車怎麼更能融入社會 我放一個這個螢幕啊 這個放兩顆大眼睛 讓大家知道它還看哪裡啊 還是怎麼樣呢 那這種regulatory co-creation 是我們目前 即金融沙盒之後下一個就是AI 無人載具沙盒 那像這種東西 我們如果用字來描述的話 其實不是非常容易 但是我們就可以用一些示意圖 用一些這個互動的一些遊戲 或一些影片 那就讓國外的朋友們可以一下就知道說 台灣做AI到底到底在做什麼 那生技這邊也是一樣 就是生意產業 那這個很有意思 我們當時就是 這是有兩個不同部會的朋友 那有一個是說 他就叫bio.taiwan.gov.tw 因為很好記 但是另外一個部會的朋友 因為是做異材的 他就會覺得說這個異材好像 有點被忽略掉 所以他覺得應該叫bio.taiwan.gov.tw 那我們現在的一個做法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雙方吵起來的時候 就兩個都做 所以現在這個網站 你bio.taiwan也進得去 bio.taiwan也進得去 所以以後digi.taiwan可能 那個有一群朋友覺得應該叫smart.taiwan 所以你用smart.taiwan.gov.tw 應該也進得去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本來那些官樣文章 公部門文章 我們現在就可以用比較好的 就是visualization的方法 讓大家知道各個不同 公部門計劃之間的相對關係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用一些具體的例子 然後讓大家能夠理解 那所以這個就是 extrinal communication的 這個部分也是我們花很多時間做的 就是說我們自己內部 覺得自己很有希望是沒有用的 這個希望是要帶給世界希望 那這樣的話大家才會覺得 這個台灣政府是有在參與 就是全球的永續發展 跟帶來人類的希望等等這些部分 好那接下來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沒有辦法每個問題都念出來 我就直接回答 那一個部分是說 就是能夠消化 預算就好的一個心態 這裡面其實有非常多件事情 那裡面很大部分 是對於資訊服務採購的 的一個問題 資訊服務採購 跟文化採購 是一樣的 就是說它理論上應該是要 以有利標為原則 然後應該是agile agile的意思就是說 你應該用一大堆 就是可能幾十萬左右的這個標案 然後快速的去迭代 就是大家想要的事情 跟我們最後construct出來的東西 可是這個部分 雖然我們寫在GDSP裡面 但是本來的採購法 是非常不適合做這個 你的discretionary procurement 就是說可以不經過招標程序 就採購的上限以前是十萬 那而且呢 每一次你要用最有利標的時候 還得特別寫原因 也就是那個承判人要負 這個不成比例也大的這個責任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 就會變成我們GDSP都寫了 但是它採購上面很難夠去實行 那但是運氣很好 就是說工程會上個月吧 才relax這個標準 所以這種就是先期的 用服務設計概念去招標 的這個小額招標 現在從十萬變成一百萬 那這個就可以多做很多事 那我們現在也送到立法院 裁口法修正案 就是說以後採取最有利標的時候 他不用再拘命理由 他只要說這件事情 我絕對適合有利標 不適合最低價標 他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所以很快會有所改善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長期的一個痛點 有人想要我對特定廠商 提出看法 這個我大概是不會做的 但是我可以說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覺得Red Hat 他在當時是一個 他們自己把自己說 我們是賣礦泉水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一個自我定位 就是說他不會是在Ecosystem裡面 給人威脅 因為大家都知道誰都可以去包一包自來水 然後賣成礦泉水 他是特別就是他不把自己當作是一個 擁有別人沒有的東西的那樣子的一個地位 反而讓大家覺得說 那他是trustworthy 他不會這個收割社群的這個成果 所以我想這一點是 跟open source社群合作的廠商 很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讓大家覺得是說 你的做這個只是為了做形象 而不是真的只是 真的是參與做governance的話 那其實社群是不會來特別離廠商的 但是反過來講 如果廠商是說 我只不過是另外一家礦泉人廠商 他是一個比較humble 就是比較謙虛的一個形象的話 那社群反而會覺得說 那你做的哪些不好的東西 那我們可以來幫你 就是主動的幫你 或者像Fedora社群 他就可以有一個周邊的一個社群 可以自然的形成 所以我覺得不要特別強調說 哪些是我們的proprietary value add 那個service 當年那一波裡面 凡是這樣寫的 目前好像都沒有什麼好下場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在很多open source相關的 就是營運上面 我覺得這個形象 對社群的形象 反而各比就是你的產品線 或business model 至少是一樣重要的 我要有什麼看法 這個就很棒啊 你要我講什麼 就是因為其實 本來就有很多台灣人在那邊 那像我月底要去微軟 那他們做AI或做mixed reality 很多頭頭都是都是台灣過去的 那之前他們在台灣不設點 或者是不在台灣做lab 的很大一個原因 是因為台灣對於外國人才來台 非常的不友善 我們是僅次於日本的不友善 那日本現在交往必須過正的 變成全亞洲最友善 所以我們也交往必須過正 變成全亞洲第二友善 這還是今年的事情 所以我想新的那個外國人才專法 然後產創條例 這一波東西出來 對很多人來講 台灣忽然間變成是 你如果有外國朋友跟你一起創業 以前都是台灣人去新加坡 現在也比較有可能 新加坡人來台灣了 那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提供了相當多 相當友善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很多人會說 四合一就業金卡的那個申請網站 本身不友善 那這個我們也正在處理這件事情 希望很快就可以讓大家就是比較有感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說大家來這邊設點 除了說就是比較穩定的這個政治局勢 相當好的這個言論自由啊等等這些之外 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台灣有很好的自發組織的這個社群 那任何西谷的公司都知道說 社群它不只是在開發上面給予幫助 它也在行銷上面也在business development上面給予幫助 那這個大家都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這表示我們的ecosystem 底下的那個infrastructure 我們營造的還不錯 至少把之前擋住大家錄的這些東西都relax掉了 才會有現在大家這麼這個努力的來這邊設點 推動不在籍投票 不在籍投票是很很有意思的一個題目 不在籍投票如果你是走進投票所的話 那我舉雙手贊成 那事實上現在他們好像立法院也要準備事辦了 就是一些原住民族的朋友們 他的戶籍體他要回去相當困難 那他也是都在這個城市工作 所以他們在推動說他可以去那個城市的投票所 再投他回去那個選區的票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他並不需要對於開票過程 或對於這個選制本身有任何調整 他只要有transfer投票所的tally 到別的投票所的這一個就是end to end的機制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這邊在講不在籍投票是說大家就拿著ipad來投票的話 那這個後面有非常多的問題 而且這不是數學問題 這是社會學問題 即使是推這個推的最前面的艾莎尼亞 他也容許你多次的不在籍投票 然後甚至你最後還可以進投票所 把你前面的電子投票都蓋掉 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才比較不會有疑慮說好像是你在投票的時候 旁邊就有人看著你啊 那就是對不對 就是期約會選啊 讓買票變得更容易啊等等 那即使是愛莎尼亞都這樣 所以我不覺得說我們那麼快的能夠去移動到這個方向了 那大概如果現在是投事情而不是投人 如果這個投的是一個人有無限多票而不是只有一票 那像參與式預算或者這種電子連署這些東西 這個我們是可以很快的放寬而且放得很寬 像眾議平台電子連署 我們現在就連你不是國民只是有居留政 在這邊居住的外國人也可以參與 那就是因為這個東西它不牽涉到更改到民主體制本身 那我們如果是把選人特別是像選立委 用這樣子的方式的話 那你只要hijack一次你就可以選一些人 然後把這個system就是整個破壞掉 那這個這個攻擊表面就太大了 但是如果是選事情的話 它比較沒有就是escalation的那個方法 大家可以發現我常常是用自然的角度在想民主制度 所以這時候我是覺得說我們先從選事選錢開始 而不是從選人開始導入這種不在地的投票 有朋友問說這個我的教育學習背景對未來的成長跟生活 有什麼優缺點這個要看跟什麼比較 我沒有辦法想像說我沒有這樣的背景 然後跟沒有這樣的背景的我比較 這是好像不是很通的一個問題 但是我是覺得有一個特點啦 有一個特點就是說我比較不會覺得說我是某一個領域 或者某一個學門的人 我不會覺得我是文族或離族 我是就是要做什麼或一定要用什麼方法去想 我會覺得說輸到用的時候就隨便找就好了 它不用特別去累積 那這個優點是很明顯的就是說各種跨領域的題目 我大概都可以在裡面有一個補位的角色 就是現在缺什麼我大概就可以去做這個 那它的缺點我想就是說會在一開始就是進入狀況的時候 會被人覺得是來亂的 但是這個我已經非常習慣了 就是說就是所謂的康尼罕定律 就是在網路上面 你如果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想要有人回答 那你問的再好大概都沒有人回答 但你如果開另外一個帳號 你提供一個來亂的答案 那底下專家就會冒出來說 絕對不是這樣子之類之類 就會非常有效讓你獲得這個有價值的資訊 所以我意思說有系統的來亂是一件非常有幫助的事情 因為大家就會真正的專家就會看到來亂的 然後就會冒出頭來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這個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都是光的路口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是覺得說就是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句歌詞 對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會希望說 任何領域它都留一些讓這個領域外的人能夠參與的方式 那不管是公共行政或者是設計或者是資訊資安大概都是這樣子 5G有什麼規劃會如何改變生活跟產業 當然我可以講一些很高大上的就是什麼 這個我們會積極參與standard making啊 積極提供測試的頻段啊什麼之類 那這些你稍微Google一下就找到 根本不需要我來講 5G會怎麼樣改變生活這個我倒是比較有興趣 就是我會看中的不只是它的highest report 很重要是它的low latency low latency的意思就是說你可以更多部分的 就是簡單來講就是為什麼我會覺得這隻手是我的 那是因為這隻手的神經跟我腦神經中間的low latency足夠低 那如果low latency高到一個程度 我就會覺得這是一個工具 它是外於我的一個存在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就是人的那個自我認同的辨解多大 取決於這個low latency的這個distribution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到某個程度 就是說5G它可以讓真正的telepresence變得相當可能 像我自己常常會戴個VR眼鏡 然後就去別的地方省油 像當時在馬德利的時候他們弄了一個機器人 那機器人上面有個360的camera 所以我可以locally的轉頭 就不用就是轉頭 然後等機器人轉頭 然後我才看到另外一面的東西 它是整個360都送到我這邊來 所以我就是用一個機器人的分身 在那邊跟很多學生相處了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之後我就飛到那邊去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我的identity是同一個 只是從細作的變成探作的這個生命形式 但是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還是因為那個latency比較高 我還是沒有很強的融入的感覺 我是覺得說我實際去那邊了 我才在那邊的感覺 但是5G或者是說 latency更低的寬頻 它很大程度上也許可以讓這種感覺 就帶入感可以更強烈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對於就是所謂自我的邊界 我覺得會有相當大的一個改變 這個我剛剛回答過了 台灣有什麼數位優勢可以輸出國際 並且突破台灣的外交瓶頸 我們目前是直接在那個明年的 就是外交的施政方針裡面 我們就直接把就是 這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直接寫進我們的外交方針裡面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用一句話來講 就是說這些題目在以前 都是各國作為那個國家裡面的人民的代表 然後呢在聯合國談判桌上面 談國跟國之間的事情 但是SDG的設定 這個major group 就是把它寫出來這些人 他是跨國的 就是任何受到氣候變遷影響 這個住的地方快要不見的人 他們自己是一個major group 他們可以在聯合國跟任何國家代表平起平坐 就是所謂的多利益關係方的這個模式 那在這個模式裡面 台灣的空間就比以前大 就是因為我們可以用任何major group的角度進去 我們不需要一定要用國家的角度進去 但是我們的投票權參與權 還是跟其他國家是一樣的 所以這是一個優勢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自己在SDG17上面 就是說在把這些目標如何同時發展 而不犧牲任何別的目標的這個工作上面 我們的公民社會我們的私部門 我們的公部門大概都有一些角色 而不像其他國家是如果私部門去做 好比像說像空氣盒子這種東西 不要到2000個站點 可能到50個站點就被請去喝茶了 或者茶水瓢了 就是說我們公部門碰到私部門 或者是公民社會 做這些會威脅到環保署 或者是行政院的正當性 或者可信度的這些東西 我們在亞洲國家裡面是獨一無二的 是採取一個打不過就加入的立場 所以就是說行政院只要打不過 我們就會特別去編好比像說 數位這個前山基礎建設的預算 然後匡了大概40幾億元 那做什麼呢 就是幫這些朋友們把他的PM2.5感測器 換成精準度更高的 但是還是很便宜的 或是說用國網中心讓大家搜集到的資料 可以都集中在同一個平台上 讓不同的在報紙上互相放話的學者們 真的能夠把code放到國網中心 在同樣的資料上面來跑 然後一起找出這個空屋的原因是什麼 或者是調動這個我們這邊做無人機的朋友們 在這些側站上面 100 200 300米的地方 去量高空的空氣品質等等 也就是說我們是同樣的道理 就是去幫這些解決社會問題的朋友們 解決他們的問題 而不是覺得他們是問題 然後把他們解決 那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在SDG上面是非常非常有幫助的 因為每個題目 我們都可以找到這種一二三部門之間 互相合作的部分 然後挑最適合參加那一場會議的身份進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可以突破台灣外交的瓶頸 那當然這些數位的東西 它都比較不需要建設成本 所以大家看到這種社會創新 可能馬上就可以引入不同的國家 責任制有什麼看法 我當然你若問我我個人 就是我當然覺得說如果一個企業 它一開始就明白的說 就是員工在這裡面 他的相對的責任義務是什麼 是比較好的 最極端的就是所謂的合作社 就是大家都是一人一票 然後是一起照顧就是這個合作社裡面 每個社員的利益 那最極端的另外一頭就是說 大家都是commodity 就是這個打零工的 那在這個光譜中間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想要做的 就是在所謂的社會創新的這個方案裡面 想要做就是我們會希望公司 尤其是用公司型態 而不是用合作社型態的朋友們 能夠盡量在章程裡面去講說 他對於員工 他對於商業 對於利害關係者 有怎麼樣子的social mission 有怎麼樣子他的vision 或者是一些社會使命 那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會盡可能的讓這些企業的社會責任 或社會使命 讓整個ecosystem看到 然後讓大家在求職的時候 可以更有效的去 去不是只是抵制而已 而是可以去選擇 跟自己的mission比較像的一些企業 這是我們目前的目標 休閒的時候都做什麼娛樂 我大部分時候都在玩VR 那但是最近這個比較玩那個mix reality 就是HoloLens那些東西 那我想VR有一個對我來講 有一個很療癒的特性 就是說任何時候 我最常用的那個app 就叫做Star chart 就是說我戴上去 不管用手機 或者用Oculus 或者用Vive 戴上去之後 我就好像到國際太空站 然後就可以在那邊去 這個在星球之間漫步 然後去看地球 那樣子看地球 其實是看不到國界的 然後也看不到這個 就是我們在這邊被雲朵遮住的 那些就是人類活動那些軌跡 那這個時候 其實就可以一方面 進入一個比較平靜的狀態 但二方面就是覺得說 那其實地球是很小的一個東西 我們剛剛看的永續發展目標 它真的是Truly Global 那但是我們自己現在在地上 被這個雲朵擋住的時候 常常會忘記說 我們解決當地的問題 其實就是解決全球的問題 這是一個非常第一手的一個經驗 所以我是蠻Enjoyed就是在這種 就是國際太空站 所謂Overview Effect 就是直接看著地球 在這樣的情況下去做一些創作 或去做一些反思 這個志工協助 需要有號召力的主辦人 如果沒有號召力的主辦人 會不會斷尾 其實他只要有我們過程裡面的 包含討論記錄這些 大概都有主資稿留下來 都有SOP留下來 只要有這個東西留下來 其實我們就看到各個部會 包含故宮 故宮也是一個內閣成員 這個其實是台灣特色 就是我們很多內閣成員 都看到我們用了這一套之後 他就不需要有有號召力的主持人 他可能用一些別的incentive 但是他還是可以去號召到人 所以重點並不是他是志工 還是他是有償的 其實我們這些青年學生 他也是有領這個見習的薪水 所以重點是說 你一開始怎麼樣讓大家覺得說 我加入之後 這個東西是一件立人立即的事情 那我們之所以在一開始 會需要有號召力的主持人 純粹只是把那個base增加 變得比較大 讓我們一開始進來的第一群人 他是容錯率很高 就是說大家都是自走炮的意思 看到我們設計出來的經驗有問題 他可以自己補上 但當我們把這個pipeline 做得差不多的時候 接下來他就算只號召到50個人 這50個人也都可以用 我們一開始之所以要 號召比較多的人 挑比較少的人 原因是因為我們也知道 這是第一次try 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 那所以就看大家在過程裡面 就是能夠看到什麼體驗上不滿的地方 就能夠自己動手修理 所以如果你只是在implementation 或development 而不是做research的話 我覺得號召力是比較不 不那麼需要的 好 那接下來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就跳著 我覺得這兩個都要做 就是這樣 然後人才的重點不是外流 是對流 那對流的話 剛剛有特別講了 就是國外人才專法 這些事情 這應該 重點並不是在去不去捨 而是說我們怎麼樣 確保大家的生活品質 life quality 都可以在已經知道 會有少子女化的情況下 變得比較好 那這個也是我們社會 設計social design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不管你的決定是不生小孩 還是生一大堆小孩 都要確保說 大家有很好的quality of life 我們本來的個子法 就是參考歐洲來設計的 所以歐洲現在upgrade到GDPR了 我們當然也要跟著做一些upgrade 那最重要的就是DPA嘛 就是要有一個專責 去做各自隱私的一個政府機關 那這個部分我們正在積極規劃 應該可以在GDPR上路 也就是五月的時候 給大家這個一個交代 那有什麼憧憬 我想重點還是這個啦 就是促進目標事件的夥伴關係 就是在數位化的過程裡面 不是只是讓一小部分人先數位化起來 而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確保每一個人都可以跟 數位化程度更高的朋友們學習 然後也可以翻譯這個經驗給 數位化程度更沒有那麼高的朋友們 就是它是促進社會連帶 而不是把社會財善的 這是我想最重要的事情 co-creation當然可以在企業內部執行 我們剛剛看到這些 新制圖啊 user journey啊 design啊 這些大概都是在大公司啦 發明的 就是我們有很多這個朋友們 他是從private sector過來 然後帶了這些大公司的這種 co-creation方法 然後我們在這個公部門也就是 台灣最大的NPO 來進行試用 那但是就是說當組織大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大概這些東西都可以使用了 我覺得以Active的人或者Active的專案來看 其實我覺得都都還蠻多的 他並沒有比之前不活躍 但是我會覺得他組織化的程度變高了 就是因為有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的關係 所以大家都可以就是 就是辭職 或者是跟老闆請請請一段時間的假 然後專門來做寫程式改造社會工作 所以他的focus比較是在個別的專案上面 可能不是G0V這個旗號 可能不一定是 大家都一定會打出來的 但是你如果實際去看裡面的project 像什麼維氣候阿貴通啊 什麼國家寶藏啊 什麼之類 他們independently都有一些知名度 所以他就比較不一定是 需要打G0V這個旗號 好 那資訊開放其實目前沒有碰到什麼阻力 那最大的兩個權衡就是 剛剛講的國民的隱私權 以及公部門決策階段的隱私權 那這兩個我們目前都有相當好的balance 好 那其他的可能就沒有辦法回答了 因為就已經到35分了 那剛剛有看到一個朋友說 這個5月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全新的報稅界面了 確實就是那就是大家一起 發揮出來的一個界面 那因為他是HTML5 所以相信在場有很多朋友 有可以改的部分 所以如果大家想看到 明年的報稅界面 比今年更好的話 歡迎隨時跟我聯絡 然後最好這個送破request 好 大概就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阿貴 好 那就是大家都知道這個 問問題的角度都非常不一樣 然後呢 如果真的要做個 summary 其實有點難做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學到的事情就是 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好 那我們這邊要準備一份小禮物 就麻煩請Darren幫我們轉交給 Audrey 然後我們可以拍個照 OK 好 好 謝謝Darren 謝謝Audrey 好那Darren請坐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這個 拍照的時間 嗯 嗯 那個 確然我們是在這邊拍嗎 OK 我們就在這邊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個這個 另外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 一個 一個 我們是在這邊 很大 我們在這邊拍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